这次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要将美国势力带回到亚洲 并且希望美国可以将一些国际战略的精神 尽可能是放在中国的身上 为的就是要防止不论是在经济上 或者是在军事上 逐渐跟美国缩小差距的中国 可是这个老大位真的是不好当 而且美国也是力不从心 难以专心的回应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这些挑战 这也可以说是时事造英雄所致 想想看小布什上台的时候 911发生的恐怖袭击 一直到现在恐怖主义恐怖袭击的问题 已经搞得美国是一个头两个大 再加上奥巴马上台之后的跨太平洋关系伙伴 这个TPP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跟背书 还有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的问题 并没有完全的解决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也存在了分歧的问题 再加上朝鲜的核事 有可能随时带来一触即发了新的一些争执 这些都是已经搞得美国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了 那所以这个世界警察 以及全球老大地位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也真的不好当 再加上现在川普总统的政府 有人才流失的问题 这些足够都让美国是没有办法 专心在中国身上都是分心的情况 于是这个美中关系 美国始终现在是处于一个下风的地位 如果说川普总统这一次出访 没有办法能把握住重返亚洲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 那日后你真的是更难抵挡中国的崛起了